看着美丽的落日夕阳或是欣赏基隆港上海风景 义镇公园早已经成为民众散步运动观景的好地点 但是因为缺乏管理能力因此容易长长的杂草 就形成不容易管理维护的安全漏洞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子委和市议员陈宜合力推动 种植巴西地毯草 方便经常到这里运动的民众组成志工来维护 如果弄成像花园或者是弄成很多什么走迷宫的部分 基本上第一个没有人来维护 那公园管理科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被我们信义区四个议员轮流叫来除草 那除非这边是有园丁 当然好啊可以种植什么迷宫或者是打卡的这个背景 当然很好但是前提是没有人来维护 那今天呢陈宜跟议长来这边办一个会刊 也就是说这边的长辈他可以来维护 但是要有很好种植的这个巴西斯地毯草 就是不会长太长的草 让他们很好维护 他们都很乐意来维护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边 有这么多婆婆妈妈在这里 就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在运动 而且不分各区都有 那所以逸征公园长期呢 因为我们市府就是大概没有办法来管理 那因为现在的使用状况也不符合 我们现在民众的使用需求 也就是我们陈宜议员和陈老师特别建议 我们这个巴西地毯草 所以我们特别商请这个我们都发处 也谢谢都发处处长同意 我们接下来在今年会进行民众的意见会诊之后 举办说明会完 我们再就可以马上来开始来做一个这个 议政公园的改造工作 我想平坦的草地 让大家都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空间 是现在我们基隆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议长同志伟也特地邀请主管公园规划 路灯以及交通的市政府都发处 公务处和交通处三处处长 一起到现场会刊 都发处长回应表示 议长和议员的建议 和市政府种植草皮的想法概念一样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空间 那其实当然市政府现在在市区也有做一些 刚刚议长也有提到 我们有在增设一些人工草坪 所以这个概念我想是一样的 那如何提供更多 然后更舒适的一些这些开放空间 或是公园提供给市民 我想是基隆市政府这个责无旁贷 所以这个公园我刚刚也听到了很多 这个市民好朋友给我们建议 包含这个路灯 还有周边有一些交通 那我想这些意见我们都会纳入 那刚好我们今年已经有一个规划案了 我们就希望 我们也希望有这个厂商来协助我们 那把大家的这个需求跟这个意见 把它融入在里面 议长同职委也希望市政府公务处 可以在议政公园加装路灯增加灶明 另外也建议交通处在议政公园 规划好机车和汽车停车位 而公务处和交通处两位处长都表示 会配合都发出对议政公园的整体规划 配合办理及改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